东方是坚持全市旅游一体化 功能规划优势化 线路整合互补化 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丰富拓展旅游新液态 汇旧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 致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东方自然贵宝园 目前是国内热带雨林珍贵及宾微数种 品种最多的植物园 即植物观光 体验乐趣 特色美食 科普教育为一体 于最近成功获评国家级3A景区 打造东方一流景区 努力争取实现4A景区 近年来 东方市以创建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 聚焦短板弱项 着力夯实基础设施硬实力 和服务水平软实力 致力擦亮A级旅游景区金字招牌 这是位于板桥镇的永涛花梨谷文化旅游区 占地1.2万亩 分为文化旅游板块和康养度假两大板块 规划28个景点 让游客深度体验花梨之美 看到这个花海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配套的房车 然后直升机 热气球这些 然后能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 永涛花梨谷文化旅游区 目前种植黄花梨株树已超过百万株 形成即旅游 农业 科研 教育 养生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旅游度假区 同时积极创建国家4A级景区 我们将打造文化旅游加康养度假为主题的旅游景点 为东方全域旅游做贡献 依托这个项目的发展来带动我们一些周边村庄的农家乐 做一些一二三产融合的旅游项目进行联动发展 五年来 东方式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全域旅游出现成效 文体旅游格局凸显 旅游总收入由2016年的4.63亿元 增长到2020年的10.38亿元 年均增长13.1% 成功实现高阶级乡村旅游点和等级民宿零的突破 一系列省级和国家级文体项目的举办 推动东方旅游高质量发展 立足生态优势 突出文化特色 持续深化康养家旅游 体育家旅游 度假家旅游 原学家旅游等理念 加快建设 谋划重大的旅游项目 持续提升旅游产品核心的竞争力 旅游服务品质和品牌影响力 引领东方旅游文化高质量发展